香港的亲北京团体在17号发起反战中游行 要和泛民主派发起的占领中环行动相抗衡 而活动主办单位说有25万人走上街头 不过根据香港大学民调机构的推算 实际参与的人数应该只有8万多 另外有多家港媒也都陆续曝光 在游行当中有许多走路工 红色T恤帽子和横幅 这是一场由香港的亲北京团体发起的游行 一名中国建设银行香港分行的员工 也曝光了银行内部鼓励员工参与游行的通知 这篇微博说他和同事都拒绝参与 但是银行的部门主任是非去不可 除了封命游行 还有一些参与者似乎根本不了解 为何游行 据多家香港媒体报道 不少社团是以200到500元不等的红包 来吸引民众参与 我和摄影师每人都收到250元 甚至有参与者为了红包的数量而发生争执 除了现金 还有社团分发粮油等物品 并提供餐饮招待和交通接送 只管设法创造游行的人数 并不会调查游行者的立场究竟如何 警方声称这次游行的人数超过了呼吁民主的七一大游行的人数 但多家媒体对比了同一时段 在同一地点的游行画面显示事实刚好相反 质疑警方配合政府创造游行人数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